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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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就开始上课吗,那我把我的萤幕分享给大家 好,现在各位看到我的萤幕 好,那其实这一次是主要是因为我觉得有蛮多东西 可能在学校里面大家都会蛮需要用到的 那因为我们普朗课里面的所有的成员 并不是每一个都是电脑的专业老师 那所以我想这些有一部分是对那些 就是非资讯科的老师会可以使用的 那所以我就大概规划了一些相关的内容 那我先大概说明一下 首先就是,那我现在目前最专攻的是创课的部分 那其实创课的部分要上课其实不会很困难 因为我们现在的包括硬体的这个整合 包括软体的整合都已经简单到几乎没有门槛的地步 所以如果老师们愿意,其实很容易可以去上这个创课的课程 那所以我有安排了一两次的这个上课的 如何上这个创课的课的部分 那另外像一般的电脑维修 其实现在从以前你要装一个电脑要除了装Windows之外 还要装抓驱动程式防读等等 那现在其实有很多方式可以做代理的处理 你就不用那么麻烦 然后一些简单的电脑的维修的判断 或者是说我们的随声碟如何再利用 还有这些其实在学校都很容易用得到 尤其我们大部分都是监网管的老师 如果在互浪课里面的资讯教师 然后再来就是自由软体 自由软体现在已经进到E1-13了 所以如果还没有接触过老师实在应该试试看 真的里面有很棒的东西 那在创意的部分 其实我们我是在那个 就开始教Arduino之后呢 我们才开始大量使用这些产生创意的方式 那有几个很简单的表格 可以让我们可以很容易的产生一些创课的课程 或者是甚至你其他的课程 那我们到时候也可以来分享 然后在教学的现场 其实我们都蛮需要高效率的 因为现在不管你是教学还是行政 那在 在现在这个政府的要求之下 很多老师都接了行政 然后事情多的做不完 所以如果有一些可以很简单的让你的效能能够加强的方式 然后又不会太困难的话 我相信大家应该都会很愿意去试试看 然后再来就是学校会有一些 其实是可以自动化的东西 那比如说像音乐管理 或是说有一些自动控制的系统 还有广告机等等 那这些其实有时候并不需要去找很多的钱 或者是找议员要钱 其实那都蛮痛苦的 那我们其实可以利用一些废弃的电脑 或者是一些荧幕 就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那所以这个也会跟大家分享 那另外在行政的部分 这个应该很多资讯老师都很熟的部分 那我们也希望一般的老师 一般的老师在学校可以常常可以用得到 然后最近就是因为我们会常常需要线上的教材 因为创客的 尤其是创客的部分 我们县市政府总是没有办法 很有钱的一直在请外面的老师来教 所以如果有一些线上教材可以放上去的话 那会减轻大家的困扰 那可是我们重点是 我们需要老师们帮我们做线上教材 那线上教材要怎么做 其实有一些很简单的方式 那这个也会跟各位来做分享 那再来就是一些 其实上课 其实我也不好意思说我很会上课 但是的确是蛮多老师跟我说 上午的课他们听得懂 然后也比较不会睡觉 但是云端的课我不知道 会不会讲一讲 等一下大家都睡着 然后所以它是有一些简单的技巧 可以做跟大家分享 然后另外就是其实我的人生 我的人生非常的精彩 尤其是进到教育界之后 所以如果有机会的话 也可以跟大家稍微报告一下 各位可以稍微看一下 这个我是从业界进入教育界的 那进来的过程 然后就到进入学校的过程 然后还有一些 其实什么车祸土石流 在花莲这边 其实我们都经历过 甚至鬼 好像也看过 然后有一些 跟各位可能 如果你是很平顺的生长的 这个我的经验可能跟你很不一样 那我们也可以就是当作 讲故事一样 大家来听一听 那这是我这十次 这十次的一些 简单的规划 那我想有一些老师 还不大认识我 所以我稍微自我介绍一下 我在 这个是我的那个Facebook 那然后我有一个 脸书社群 这个是我的脸书社群 那比较早期 我是放 就是放那个 跟资讯有关系 然后跟教学 跟行政 跟你的生活 有关系的东西 让资讯可以让它 更方便 更简单的东西 那现在放比较多的是 创客的东西 这是我的社团 然后我有一个 部落格 我有一个部落格在 在这个地方 那这个部落格 我就专门都是放创客的东西 那所以如果老师们 就是你有在上创客的 那其实我这边帮你 这边我们有很多那个研习的录影 录影分享 那所以你可以直接来这边 就是补课或者是复习啊 然后这边我也做了非常多非常多的连结 所以基本上你可以把这边当做那个入口网站 入口网站 然后从这边就可以进到你的学习的内容 然后如果刚好你又是兼总务或者事务的 我这边有一些业务区 其实都大概事务的业务都在这边了 就欢迎你们可以多加使用这样子 那这是我的一些网站的介绍 那这个写得有点扯啊 不过这是为了媒体的效果 我是读五专电子科计算机组的 那后来呢去晋宜大学念应用数学系 那我们在学生时代 我做过各种类型的工作 包括那个去夜市 我去夜市卖过衣服 然后也在生产线 那个电子科实习的课程 去做过生产线 然后也当过补习班的电脑公司的工程师 销售工程师 维修工程师 还有补习班的讲师 然后也开过补习班的娃娃车 然后也在电子公司打工过 就大概就是寒暑假那种打工了 然后在大学毕业之后 被我老婆骗到教育界 骗到花莲的教育界 然后本来以为说教育界很光明 其实后来发现教育界其实不怎么光明 跟外面业界也差不了多少 那不过我们还是有一个目标 就是希望说既然从事了教育 所以我们就希望成为 苏老师所讲的 照亮孩子生命的光 那各位可能都以为我很会写神诗 其实没有 我会的大概只有很简单的Squitch 很简单的Squitch 那只是我们在Squitch的学习上面 比较全面性 然后比较跟人家不一样 所以我不太喜欢很专一的东西 比如说乐高机器人 或者是什么遥控车 或者是就是某种专一功能的东西 那所以我会喜欢就是让小朋友可以发挥他的创意 做他自己想做的东西 然后 所以重点是 就是反正你来上我的课 大概就会觉得那个东西不会很难 不会很难 那我在 我以前刚进教育界的时候 我是派克老师 在海边的新色国小 花莲的不是台中的 然后后来进到西宝国小当教导主任 然后所以上山下海都去过了 然后后来回到市区在 在那个稻香国小 那我想当资讯老师的都一样 都是身兼多职 除了兼资讯组长之外 可能还要兼导师 还要兼行政工作等等 可能两三样工作都摆在身上跑不掉 那我曾经得过学校的创意 那个Great Teach跟Inno School的创意 学校创意经营跟创意教学的特优第一名 但是 我其实真的很不喜欢参加比赛 因为那个东西对我来讲非常的有压抑 那不过呢 我比较喜欢的是教学 真的我在这个学校的过程中 我们除了在学校专门教资讯课以外 然后就是我们也接数位机会中心 然后所以我在资讯教育的部分 其实经验也算蛮丰富的 那所以我现在 我现在的重点是在创课 但是还是会有一些 其他的部分会 会请我们去分享 那这个是有关于我的介绍的部分 那我们今天的重点 主要是针对一般老师的心智图的部分 我们有一些应用的实力 应用的实力 那我今天就是跟各位来做一下分享 那人家都说 心智图 其实你外面听到很多 不管是心智图、组织图什么的 我们在用的时候 如果是商业手法 他都会跟你强调说 什么一定要 每一条 每一个分支都要一定要有颜色来做分类 然后线的幅度一定要怎么弯 一定要碰在一起 其实那个都是属于商业的手法 商业的手法 所以我们其实如果你真的要 把心智图用到极致的话 其实就是你把它用熟 然后能够随时使用 然后其实就会很棒了 你就不用一定要去强调说 一定要有画图 一定要有颜色 一定要怎么样 所以这个部分是我要跟各位强调的 所以我们的心智图 其实从来没有去分 这颜色都要自动产生的 但是除非你将来要去跟人家做分享 或者是做一些其他的事情的时候 你才会需要把它弄得很美很美 不然大致上来讲都是我们 我们自己看得懂 看得习惯就好 大概是这样子 那我今天会分享一些 新智图 我其实用了很多年了 会有一些案例给各位分享 就是我们在平常上课的时候 那我先强调一下 我没有教国语数学 我不是班导 所以我们都会就是讲一些 比较额外的利用 但是像怎么样拿它来阅读 怎么样拿它来做写作 或者是怎么拿它来做复习 做讨论 或者是你的专案的一些思考 其实都非常的好用 那这边有一些原则 这些原则待会我在介绍 那个实力的时候 那我会就是再跟各位做分享 好那这个部分 大概是这样子 那不晓得有没有 有没有老师有任何的疑问 那如果没有我们就继续了 好那我就先开几个图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 那个新智图其实 老师比较少用的我先讲 就是平常我们一般在 在做教学的时候 我先举一个 我觉得还不错的例子 我在国中 不是我在国中 是我的小孩在国中的时候 这个案例是这样子 我小孩在国中的时候 我女儿他们班上 就是她的麻吉的几个同学 她的家长 就会因为我是当老师的 那家长就跑来问我说 秋老师 你到底小孩读书有什么秘诀吗 为什么我们家的小孩 那个生物都考很烂 都考不及格 四十几分五十几分 有没有办法 就是让他们想办法 你可不可以帮他补习啊 开个班什么的 但是各位知道 我们工人员不能兼差了 所以我就没有答应他补习的事 但是后来我有答应他 就是我有教他一些方法 那刚好那时候他们 国中上到这个生物课 生物课上到循环的部分 人体循环的部分 所以我就利用这一张图 这张图是我自己做的 我来做就是 做跟他们做教学 然后顺便把这个新制图 怎么用 然后在学习上面怎么用 然后用在复习 或者用在读书的时候 要怎么去处理 那所以这个案例 我觉得还不错 就跟各位分享 好那首先 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我是按照课文 所以我那时候 有先把他们这一个 这一个课本的课文里面 我有先大概读一下 然后按照他的章节 把重点抓出来 按照章节把重点抓出来 然后我在 当然我们做新制图 第一个要先读通 所以我们在阅读的部分 其实是这样子 其实读书没有很困难 不过我小时候 不知道这个读书的方法 如果我小时候就知道 新制图这种方法的话 我想 我现在应该 不是只有这样子而已 抓不到网络摄影机 OK好没关系 那我就直接进那个 好直接进这边 就我们一般在读书的时候 通常就是先阅读嘛 然后你觉得那一段是重点 就划线 然后在关键字的地方 就把它圈起来 圈起来 那这有助于你的 对这个整个文章的了解 那了解之后 我们就会把 那个关键字 把它腾在新制图里面 然后简单的解释 简单的解释 那在这个 简单的解释 把它放上去之后 你的新制图 其实就会蛮完整的 那可是呢 重点是如果你要做好 你要就是要把这个新制图 用到极致的话 像他们很多东西是需要背的 尤其在台湾这种考试的制度下面 那你需要背的东西 你一定要有一个记忆的方式 所以就像 如果你有去补习班补过席 那个老师一定会讲很多记忆的方法 那所以呢我们在 在这个做新制图的时候 也要同时要考虑到这些东西 就是怎么样去做记忆 所以我们就大概那时候我就想说 那个心脏的结构 对不起 我不是教国中 我是教国小 所以这个是我读过一次之后 我做的新制图的结果 如果有不对的话 请再跟我纠正一下 好 那所以呢 那个心脏的结构 下面叫做心室 它拆成四半 上下左右这样 然后下面叫心室 上面叫心房 所以呢 我就会 那血液呢 它血液是从下面出去 从上面回来 所以换句话说 它就是从心室出去 然后回来是跑到上面去 跑到心房上面去 所以下去上回 所以我就想了一个口诀 这个口诀叫下室住上房 下面的心室 然后回来之后就住了上面的房间 所以下室住上房 所以你就可以很容易背的 就是可以去把它背起来说 下面是心室 所以我的那个心脏血要流出去 流出去之后 它就会回来到上面的心房 下室住上房 好 然后呢 体循环的部分呢 它是 它的那个血液是左 左去右回 那各位都当过兵 尤其是男生 那小孩子他当然没有当兵的经验 所以我们就要讲故事给他听 讲那个当兵的故事给他听 那左去右回是各位当过兵 很容易听到的这一个名词 就是当我们可能犯错了之后 那个班长就会 看到那边那棵树没有 左去右回 跑三圈 类似这样子 那所以我们就把故事讲给他听 所以阿兵哥被班长体伐 所以绕着树木 左去右 所以又打错了 左去右回 好 那既然是体伐的话 所以它是体循环嘛 体循环 所以就是左心逝去 右心反回来 所以你就可以很容易了解到 那个心脏的里面的血 在身体里面的循环 它是到底是怎么的流动的方法 好 那被循环也是一样 所以我们就 就是按照他的这个步骤 好 按照他的这个流动的 水域流动的过程 然后我们就把它配了一个记忆的方法 好 那天兵大脑缺氧 需要肺呼吸氧气 所以 然后他笨的 右去左回 我们刚刚不是讲左去右回吗 那因为他很笨 他缺氧的时候需要呼吸嘛 那呼吸当然是用肺啊 那他缺氧就变笨了 所以就笨的右去左回 刚好相反 好 就气死班长 好 所以就可以把整个那个血液流动的过程 把它记 把它很容易的记起来 好 那是这些是有用到一些记忆的方式 记忆的方式 那我们在记忆的地方 有一些基本概念 好 这边有一些 其实记忆有一些方法 我找一下 顺便跟各位分享一下 这个是早期的 行指图的软体 它有一些 图像记忆有一些方法 第一个是 7加减2原则 那所谓7加减2原则 就是我们人的大脑有容量的限制 尤其是暂存区 那个暂存区的部分 通常如果是像我们记电话号码 如果记7个数字 应该还勉强OK 一次记7个 但是如果你要一次记10个 你就会觉得有困难 这时候我们就会把它做分段 比如说像我的电话 0912 519 373 9个 10个数字 那你要一次记起来 可能会很不好记 那所以我们会把它分成 0912 然后 1杠 519 373 所以你就会把它拆成两类 好 拆成两类 那一个四个字 一个六个字 那这样只要这四个字 或者六个字都没有超过 七个字的原则下 你就会很好记 所以当我们在做新字图的时候 如果你的那个分类太多 那当然这个7加减2就是脑筋比较好的 可以一次记到9个以上 脑筋比较差的一次记到 就是减2大概是5个左右 它的数字大概一次能记5个 这记忆力好不好的问题 好 那所以像在这种情况下 你的新字图 如果这后面项目有很多的 我们最好就把它做分类 这样子就会很容易记 这个叫7加减2的原则 好 然后另外呢 就是你的记忆会有一些 如果你是画图的 或者是用冥想的图像记忆 它记忆的 记忆的那个 容易记忆到永久记忆的那个程度 会远比文字还好 那纯文字的又比数字还好 所以换句话说 数字其实最不好记 好 那所以我们会教在 如果 如果它的学科是有一些要记忆的东西 我们就会让它尽量去使用图像的记忆 好 那图像的记忆等一下 好 我们会 呃 会有一些冥想的方式会比较简单 等一下会稍作说明 好 然后或者是产生关联 好 产生关联 然后或者是让它这些要背的东西变成有意义的图像 好 就是组合在一起变成一张图 好 或者是变成想象成具体的样貌 这个是冥想的方式 好 所以用这些方式的话 呃 其实它会很容易去做记忆 好 那这个等一下我复习的时候我再来讲 好 所以以刚刚这一个这个图来讲 好 好 我们就用这种连呃 联想的方式 或者是故事的方式 好 或者是那个生 呃 用这个故事来跟它的这个整个内容做连结 好 所以他只要记得这个阿兵哥的故事 他就会很容易记得这些所有的内容 好 那另外就是图 好 因为没图没真相嘛 好 所以我们在学习的时候 好 有图是最容易了解的 好 那所以我们要提供图片来做 做连结 好 那 除了这样子之外 呃 其实 好 这个在补习班 如果你在补习班的话 这些东西 是老师帮你想好的 帮你想好的 那 可是如果我们要交给学生 我觉得这个部分是要跟他讲 要教他 怎么样去把它弄出来的 因为他的学习 不会一辈子有老师 好 你也没有办法跟着他一辈子 好 所以我们像我们以前我在调畜之前的学校 那个老师都会跟我反应说 我们的小孩我们虽然抓得很紧 小朋友在国小阶段成绩很好 可是在那个他们脱离国小之后 到国中之后 成绩就整个掉下来 好 那原因不外乎是因为 国小的老师他 就是这些东西他都帮小朋友服务好了 所以要怎么背 要怎么弄 都是他指导小朋友直接 叫他们做 从来没有让小朋友去思考 怎么样自己去学习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你要叫他会这些东西 你不如让他会方法 会学习的方法 让他自己可以有这些方法 可以去自我学习 这样子以后他可以不用靠老师 他完全可以自学 所以即使上了国中高中 老师不管他 他一样可以学得很好 所以我觉得这是蛮重要的一件事 好 所以在小朋友学习上 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案例 那另外在我们平常 我就直接分享案例 因为我想大家应该都是有经验的 我们波浪课的老师都是非常厉害的 所以我们就直接分享这些有经验的 这些案例 那这个是我以前在学校 这新制图它的长相 这是我以前在学校的 我们的资讯架构 我想应该很多学校会弄成这样子 所以它新制图 我是用XMind 我现在是用XMind 那为什么用XMind 因为我们在想一些事情的时候 如果你的软体操作太复杂 或者是说你要打一个字 还要等它一秒钟 它才把按钮跑出来 让你可以打字的话 那其实会阻碍你的思考 所以新制图软体原则上 是越简单越好 越简单越好 那XMind其实它非常的流畅 蛮符合我的标准 而且它跨平台 那个Mac也有啦 Windows也有 然后那个EasyGo Linus都有 都可以使用 那所以我会选XMind 那之前还有一个叫FreeMind 被我淘汰的原因 就是因为它太顿 你每次要新增加一个节点 它都等差不多一秒 然后你还要去点一下 因为它用那个Java的技术 就会觉得顿顿的 所以那个就被我开除了 那在更早期 更早期我们是用这个软体 这个软体叫Mindman Personal 这个是更早期的 那还好现在都还可以用 所以我早期的都是 都是用这一个软体在做的 那很顺 很简单 很好用 好 那回到这个地方 所以如果 它除了做那个 类似放射状的新制图之外 它其实也可以做像这样 架构的 有架构的 架构图 所以我那时候就把 我们学校 因为花莲县它在 芝亭那时候 有开始推资讯教育的时候 我们每一个年级 每一个年级 就会有一个重点 每一个年级 就会有一个重点 所以我就把那个重点抓出来 我们三年级那时候 要会打字 因为有打字比赛 然后四年级 有那个画图比赛 照相画图比赛 那五年级呢 就会开始有游戏 跟动画比赛 那六年级 会有创客赛 所以我们 我就把它分散 安排在我们的 中高年级里面 那这是 然后另外会做一些 建议的课程 因为我们有一段时间 是中高年级电脑课 全部都是我上 那我的架构就会很完整 学生就按照这个架构上 那后来因为 中年级的资讯课被拿掉 就变成融入 那融入就大概老师 他就不知道要上什么 那所以我就把这个架构 做给他们 希望他们照着上 那红色的部分 就是我希望他 这个 这个年级一定要教的 所以 所以三年级的 就一定要会 操作Windows系统 要会简单的文书 要会简单的绘图 就类似这样 你把它安排在里面 然后红色一定要教 然后绿色是选修 选修 那也把那些 该懂的议题 都放进来 完全符合那个教育处的需求 课程的需求 然后呢 在我们学校还会有 那个社团课 社团课 那所以社团课就是完全我来主宰 就是一些比较平常 不是政客 不是一般老师会的东西 我就把它放在里面 那当然这些都是我设计过的 各位一定有发现 我每一个主题都是五个字 所以你看这些每一个主题都是五个字 然后那个重要的一定要上的都是三大项 然后每一项里面都有三个指题 三个指题 然后其他的就是一些新增的选项 额外的选项部分 那你看那个社团课也是 每一个项目都 那个项目的题目都是六个字 都是六个字 然后指向都有三个 所以这些 这些其实因为我们在 其实我以前是做课程专业的 我们在西宝国小的时候 每天讨论两天的课 每天从下午讨论到半夜两点 半夜两点 一个礼拜还两天 所以 为什么会得到第一名 就是你知道做课程超厉害的 那其中一个就是 就是像命名这些课程的题目 其实也是很厉害的 好 那所以他还可以做 那个新制图还可以做类似这样的 就是除了那种一般的新制图 那种发散的做法之外 还可以做这样 分区的 还可以归纳 还可以做这个 关联线的部分 那所以有一些老师 他其实不是很懂新制图 但是又很爱讲道理的 他会跟你说 新制图只能做发散 就拿来上课就是没有办法聚焦 其实不对 其实新制图是可以聚焦的 他也可以做收敛的部分 所以这个部分就是给老师参考一下 好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不错的例子 然后再 好 我们再看几个例子 那像外面 我们 这其实这几年来 我做了很多很多的新制图 那在 当然最多的还是在资讯教育的部分 资讯教育的部分 那像 我们会在机会中心教很多 云端的工作处 包括那个 行动学习的课程 早期 那我现在已经没有在做了 那但是还是可以跟大家做分享 那像这个云端工作处的部分 像我们在做 我现在其实我所有的 我所有的研习 已经不发讲义了 我们现在研习是没有讲义的 我顶多每一次课 我就是准备一张新制图 让它有一个学习的地图 那因为现在学习很方便嘛 第一个 当然是我服务比较好了 我大部分都会把研习的录影 把它录起来 录起来放在网络上 让他们可以复习 那第二个就是 因为现在其实你只要知道关键字 然后有Google嘛 那个Google大师 你跟他很熟的话 你只要有关键字 都可以找得到相关的教学应用 所以其实你就不太需要再去做那些讲义 简报之类的东西 所以这个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部分 好 那包括 像我们电脑课很多上剪辑时务的时候 好 这个很多老师上课 我们资讯课上到后面 应该不是上软体 以前我们都是上软体 然后资讯课上到后面 其实你应该像影像剪辑 你应该类似像用导演的角度去切入 所以会变成说 你要从决定一个主题写脚本开始 这样去做你的专案编辑 那等到你真的要进入那个资讯 资讯的部分包括拍照 包括你要使用音效处理的软体 或是照片处理的软体之类的东西 那其实我们要提供小朋友一个选择 我们得跟他分析说 因为现在有很多自由软体 有很多付费的软体 好 那所以相对的在自由软体的观念进来之后 很多的那个教学上面该注意的东西 包括合法性 还有你的选择 这个都是我们要交给小朋友的 所以请各位尽量就不要用单一的软体去做教学 我们应该跟他分析说 比如说音效的编辑 有这个有这个还有什么 或者是说影像处理的软体 可能有有威力导演 或者有那个movie maker之类的 那还有open shot 那到底我们什么情况要用这些 什么情况用哪一个 那当然如果你有版权 你可以用商业的 商业当然是服务比较好 做得比较简单 但是如果说你没有买这些东西的话 我们当然要回归到 就是合法性 回归到合法性 所以我们就会改采 比如说open shot 或者其他的东西 所以 就是其实我们的资讯课 也在做一些转变 也在做一些转变 好 那 还有像其实 像我们有一些专题课程 我们曾经上过一个 这样的专题课程 其实我也觉得蛮有趣的 就是 这个是我们有一个 稻箱有一个主题课程 然后那时候是跟机会 数位机会中心结合的一个课程 所以我们一开始 我们把它叫做 稻箱寄兵队 稻率寻旗 就是我们去骑脚踏车 然后骑脚踏车呢 我们就去记录我们的社区 记录我们的社区 那所以一开始我们先做热转印 热转印 然后大家把那个 团队的logo 还有自己所设计的一些 自己的名字啊 或者是他的图腾 把它烫在他的衣服上 烫在他衣服上 那烫好之后呢 我们就会 就会进到 Google Map 先去了解一下Google Map的使用 或者是Google Earth的使用 然后探索一下我们要去 去这个考察的路线 然后最后 我们会实地去 实地去那边考察做影像记录 那那时候到 做了一个蛮有 蛮有意义的事情 就是我们让大家去拍照 拍照回来之后呢 我们到这个Panomio的网站 去把他们的照片 登录在Google的地图上面 然后直接在照片上 做一些介绍 所以透过这样的专案 他的所造的照片 是可以跟全世界分享 我觉得这个让 就是他可以参与 除了可以参与社区之外 然后也可以让全世界 去分享 我们的社区 吉安的社区 所以像这样的一个 一个东西 其实在主题课程里面 其实也是不错的 不错的方式 那所以我们那时候 真的是做了蛮多的事情 那像其实我平常 以前读书的时候 也会做新制图 读书的时候也会做新制图 那还有包括 我常常会去 去那个书局 会去书局罚站 以前会买杂志 但是现在比较少买 所以我都是去书局 那我特别喜欢看那种 比如说三菱杂志 或是Chirce那个杂志 它会有一些 类似器管的 或者是课程 天下杂志这种 跟课程教学有关系的 那我就会把它做一些摘要 那如果各位老师在上课的时候 这个是上课的案例 平常我们上自然课 你会做很多课前的准备 然后就会有很多 很多这样的例子 很多这样的例子 那你就可以把它做成新制图 那其实网站什么连结 都可以做在上面 都可以做在上面 那你上课直接用这个图去上 其实就可以 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这边顺便来提 刚刚所提到那一个 那个记忆的部分 记忆的部分 我开另外一个图来讲 水深家族 好 我们平常如果说 有些东西是需要背的 要让学生要背的东西的话 我们是这样子 这样子处理 就是 S-Mine里面它每一个节点都会有一个地方可以收跟合 可以开合就对了 那所以我通常呢 我们这个图做好之后 小朋友自己做好之后 他要先去熟悉内容 那熟悉内容的时候通常会把这些收起来 单一看某一个部分 比如说鱼 它的鱼鳍的作用 可以推动水 鱼在水里前进 然后其他的鳍可以保持身体的平衡等等 那他看完之后呢 他就把它收起来 收起来之后呢 就眼睛闭起来 开始冥想 刚刚有两点 然后第一点呢 是尾棋 尾棋就是可以控制身体前进 然后其他的胸棋等等 那些就是平衡你的身体 然后让身体可以稳定控制方向 好 那如果说 他眼睛闭起来冥想 也把这两点想出来的时候 他再把它打开来 对照一下 看看有没有遗漏 或者是说 他可能只有想到一个 另外一个想不出来 他就打开来再看一下 然后再关起来 再冥想一次 如果他可以背得出来 而且打开来也对的话 其实表示他这一个已经 差不多记住了 差不多记住了 那这时候就换下一个 然后等到这边结束之后呢 那 再来就是往上一层 那我就会想说 鱼 鱼它有这四个地方 四个地方有不同的功用 那 所以四个地方 齐、塞、铃、体型等等 所以我就一样把它收起来 那你就 因为你眼睛刚有看过 所以你脑袋有印象 那你眼睛再闭起来的时候 你就知道说鱼 它有四个不同的部位 各掌管不同的功能 所以这时候你就把四个部位 想一下 一样 如果你可以想得出来 把它打开 对照一下 如果对 就OK 如果不对 你就再补记一下 就按照这种方式慢慢收 慢慢收 慢慢收 OK 那如果它可以 整串都练过了 然后它只要再复习一下 那复习怎么复习 其实也蛮简单的 这边有一个复习的频率 等等 好 其实心智图它有一个复习的频率 我找一下 因为我其实有一段时间 有在钻研这个记忆的部分 那根据那个艾森豪斯的遗忘曲线 这个其实蛮重要的 各位老师教学 如果你能够注意这个部分 你的小朋友应该成绩真的会不错 就是 记忆的原则 其实它是少量多餐 那所以 我们在 让小朋友背东西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到这个 遗忘曲线 因为8个小时以内 你的记忆的内容会掉到剩下20% 那如果掉到20% 以下的话 你还不去重复 还不去记忆的话 还不再去review的话 其实后面就会忘记 就没有办法进到永久记忆 然后7天之后 它还会再掉 继续慢慢掉到20% 那30天以后 还是会再掉到20% 所以换句话说 如果你要做复习的话 其实我们平常白天认真 你要跟小朋友讲 就是上课认真听 理解最重要 然后回家之后呢 睡前看一下 看一次就好 那看什么呢 看新制图就好 因为新制图就是只有关键字 那因为它白天上课 已经有理解记忆了 所以其实你回家 睡觉前呢 你只要看一次关键字 你其实就可以想到你白天 你知道那个关键字的内容 那你就可以知道说 这个关键字在讲什么 所以你晚上睡觉前看一次 然后隔天早上起来呢 可能到学校找自习呢 再看一次 这样子其实就有三次了 一天只要看这三次 那它只是其实就是看一下而已 就这样望一下 可能十秒钟 二十秒钟 一两分钟 把这整张图看一下 那其实三次以后 它就可以进入它的永久记忆 然后当然七天会再掉 所以七天以内 再看一次这张图 然后一个月再看一次这张图 那其实它的记忆就会很好 如果这一个是你的 要背的东西的话 那就很容易把它记住 所以少量多餐原则 还有复习评运则 这个是要老师们在上课的时候 要其实真的对小朋友帮助很大 好 那当然其他还有一些记忆的方式 比如说如果你要使用图像记忆 比如说那个东西很不好记 那我们就要配合 我记得我小时候 国小的时候 我们在学那个数学分数的时候 那个老师 我们的老师很有趣 分数很不好学 可是我们那一班 在上数学课的时候 老师就带了一大袋的柳钉 然后带水果刀 每一组就发了好几颗柳钉 然后一支水果刀 所以我们上数学课就是在切那个柳钉 那就知道一刀下去 切成一半一半就是二分之一 那为什么到现在还记忆深刻 因为你知道切柳钉吗 第一个你身体有动作 所以你就用到了这个多元智慧里面的 冻绝智慧 然后呢 它有柳钉 有味道 有香味 然后你还可以吃 舌头会碰到 手会去摸到等等 所以它不仅是配合多元智慧 同时还配合那个多感官学习 所以这样的东西其实会在你的脑袋里面印象深刻 所以像我们一般在记忆的时候 如果说有些东西真的不好记 也许你就是可以加一些音乐 或者配合一些动作 跳个rap把它编成rap来记的话 其实就会非常的简单 非常的简单 然后呢 如果更不好记的 其实它可以用联想的方式 用冥想的方式去产生有意义的图像 那这些以后有机会我们再来 再来分享 有遇到我们再来分享 好 那么接下来 我剩下10分钟 我大概讲几个比较重要的例子 好像 这个是我有时候常会去 刚刚讲去那个书局 我去那边罚站 那其实我去翻杂志 因为比较穷 买不起每一本杂志 所以我会去那边翻杂志 那翻杂志翻一翻呢 我就会把那个重点 关键字把它抄起来 或者是直接照相机把它照回来 虽然这个是不太好 不太好 但是你会发现说 你照回来之后 你简单做一下整理 简单做一下整理 真的是蛮好用的 蛮好用的 然后 好 那像我们平常也会有一些很新的 尤其教育界 很多新名词经常会出现 好 那所以我们就不得不去了解一下 那 所以你可能就会去找网路上的 或者找杂志上的 那我们最后都会把它统整起来 做成一张新制图 那你就会很清楚知道说 这个翻转教师 它的名词到底是什么意思 它的来源 然后它怎么操作 上课怎么操作 然后有哪些参考杂志 有它的资料 然后它会有哪些效果 然后怎么样才会成功 那这样子就会 其实老师的进步也会很快 也会很快 那 还有比如说 好 所以你看我以前 曾经很久以前就想要出书了 所以规划多年 只是一直没有时间 好 那创课教育我这边很多 最近前两天跟各位分享的就是学习地图 这个部分因为很多新进的老师 或者即将要在学校教创课的老师 他可能不知道要上些什么 他不知道要上些什么 所以我们这边 我们也是一边学一边加加加简简 那这边就会有一些蛮好的建议 就是3D要上的部分可以考虑 然后那个程式要选哪几种 可能国小要选Squatch 国中可以进阶到blockley 或者是APP inventor之类的 然后你要上硬体的话 还可以配合Aduino 就可以做一些建议的部分 那也可以给各位参考 那还有 东西其实蛮多的 然后我也会针对我平常的那个 这个是我们平常资讯教育的部分 东西很多 各位如果有需要什么 我如果有相关的我都可以提供 然后我有很多读书心得 这个都可以提供给大家 然后也有一些帮学校做的一些规划 那甚至你那个做网管的 我们不是会有那个拓普图吗 就是你的 你的学校的那个Switch Hub进来之后 它的线路怎么走 线路怎么走 其实你可以利用这个新制图的方式来做拓普 那到时候查线就会很方便 查线就会非常的方便 你都知道那个 这条路进来接哪一个Hub 然后里面有哪几台电脑 都可以这样子去做处理 好 好那我想 今天新制图的部分 大概 大概就这样 先这样子 那 如果各位有什么需要的话 你可以跟我讲 那我们剩下几分钟 我想我就把那个控制权交还给阿亮校长 谢谢文胜老师 真的是非常的精彩 文胜老师今天讲新制图 我本来以为他讲说新制图要怎么用 但是没想到文胜老师从另外一个方向去切入说 告诉大家说新制图可以做什么 原来新制图有这么多种的用法 那刚刚看他那个云端硬碟里面资料那么多 如果整个云端硬碟都分享出来的话 我想 可以啊可以啊没问题 我把它打包一下 这么的大方 就是如果大家真的有需要的话 真的可以跟文胜老师要这个云端硬碟里面的资料 我觉得有很多东西都是文胜的智慧的结晶 那尤其是有一些读书笔记 我想有那个老师的小孩刚好在念书的 那也可以借来用一下 那今天非常谢谢文胜老师从花莲后山来给我们上课 我觉得网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神奇 让我们可以在网路上面上课 那文胜老师从后山要到西部来 相信也要一段时间 不过透过网路呢 透过那个我们这个铺上讲堂 也可以让大家可以在那个网路上面相见 然后文胜老师可以把他很多年的教学经验 跟大家分享 我觉得这非常非常的不错 那我们很期待文胜老师下一次的上课 那记得各位记得 每个月的第三周的那个星期一晚餐的八点到九点 我们文胜老师会在线上再跟各位上课 那今天的课到这边 我们谢谢文胜也谢谢每一位参与的老师 我看线上还蛮多人的 大概都五十人以上上下一直跑来跑去的 文胜的号召力果然不太不同小觑 那谢谢大家 我本来以为只有上电脑课才会那么多人 真的很不错 希望各位以后都记得来上课 我们的教室有一百人 我们教室有一百人 希望我们大家可以把这个教室挤爆 谢谢各位 晚安 谢谢大家 我看看这边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